郭文貴議員 這次會談是對雙方來說 都是非常寶貴的 我們從九點半開始 一直談到十二點多 由於他們馬上要上飛機 所以我們不得不停止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能會談得更長 整個談話我認為是非常專業的 非常坦誠的 非常深入的 可以說呢 我們對中美關係的發展 對目前的現狀 以及下一步雙方如何加強合作 進行了全面的討論 根本的目的呢 還是落實兩國元首 在巴黎島達成的重要共識 剛才你說的這些事呢 我們討論了 同時呢我們也討論了雙方的合作 比如說在欺變領域 在金融領域 在能源 在糧食安全 在減債等各個方面 我們都充分地交換了意見 雙方你都表達了 各自的核心的關係 中國代表團來 也受到了大家的高度關注 因為這次呢 就是中國政府派代表團來 最主要的是介紹 黨的二十大以後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政策 中國的發展的政策 包括過去一年怎麼看 包括未來明年發展怎麼看 包括我們怎麼推進 這個進一步貫徹新的發展理念 怎麼推動改革開放 怎麼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 怎麼促進民營經濟的發展 怎麼深化呢 對這個風險的防控等等 另外呢 各界對中國疫情政策的改變 也高度關注 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 自己的方案 也都高度關注 那麼我們介紹了以後呢 根據黨的二十大精神啊 感覺呢 整個大家對中國的理解在加深 所以各方面說 中國又回來了 可以說呢 從總的情況來看 中國呢已經準備好了 希望外國朋友啊 多到中國來 我們也歡迎更多的外商 到中國投資 我們也會全面地改善 中國的營商環境 所以我本人呢 對此是抱著樂觀態度